某基督徒向另外一个信徒抱怨说 为什么牧师在讲道中经常提及他的太太 难道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谈论吗 我会这样去回应这位信徒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当某人是你的心上人 你自然会经常在谈话中提及他 肥立比信徒一直是保罗的心上人 他不单止想念他们 并且还在祈祷中纪念他们 让我们思考保罗的说话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 愿是应当的 因你们常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是变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请你向神提问 你能教我如何为我所亲爱的人祈祷吗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在一日结束的时候 请为你的心上人祈祷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其他信徒分享你的祷告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